放假在家必做的30道下饭菜 好吃到剁脚 寒假期间 孩子老是吃饭挑食没胃口 当家长的您 可以给孩子试试这道蒜香椒连鸡翅 10块1斤的鸡翅对半切开 加姜葱料酒去腥 一点盐和生抽 用我的手啊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入底位 然后再挑去姜葱 打入两个蛋黄 一大勺干淀粉抓拌均匀 让鸡翅均匀地裹上这个薄薄的粉浆 煎鸡翅啊不要急 一定要开小火慢煎至鸡翅焦黄即可 撒上蒜香椒盐 最后再放点青红辣椒 洋葱丁翻炒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鸡翅啊 根根都焦香入味 还夹杂着蒜香味 非常好吃 赶紧试试吧 第二道 为什么烧烤店的蒜蓉粉丝善备 那么好吃 因为他们的制作顺序和用量 都非常讲究 首先准备9块9两斤的小扇贝 用我老婆的牙刷清洗干净 再去掉一半有肉的外壳 盘底垫上泡好的粉丝 摆上小扇贝 铺上蒜蓉酱 水开上锅大火蒸三分钟 时间太长肉质就老 淋上一圈蒸鱼骨油 撒上葱花 浇上冒烟的热油 激发香味 这样做的蒜蓉粉丝扇贝必须不可 马上要过年了 可以安排这道市值蒸排骨 好吃又下饭 今天花了15块钱买了两斤排骨 给它改刀剁成小块 剁好的排骨加入盐 适量的清水 给它浸泡20分钟 泡出排骨的血水和杂质 给它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放入一包豆豉调味酱 然后再加入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然后摆入南瓜和腌好的排骨 摆入盘中 倒入腌排骨剩余的料汁 水开上锅蒸30分钟左右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市值蒸排骨真的特别好吃 喜欢的赶紧去做起来吧 第四道 过年过节做这道金酱肉丝 全家人都会夸你厨艺高 好吃到停不下来 首先我们要挑选里脊肉 切成均匀的薄片 再给它切成丝 切好的肉丝放入盐和葱姜水 半个蛋清 抓至粘手的时候 再放入淀粉给它抓拌均匀 来点花生油锁住水分 先张上面放入胡萝卜 葱丝香菜再给它卷起来 接着改刀切成小段 再摆入盘中 由热下入肉丝给它快速划散 倒入一包调好的金酱肉丝酱 给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金酱肉丝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赶紧去做起来吧 第五道 这是西餐品 孩子都爱吃的黑椒牛柳 其实做法一点也不能 就和睡觉一样简单 鲜香滑嫩 非常好吃 首先把牛里脊切厚片 再切成粗一点的条 牛肉想要滑嫩好吃 腌制就很关键 加入葱姜水 撒上黑椒粉 最后放一勺淀粉抓匀 一勺食用油锁住鲜味 再把苹果对半切开 热锅凉油 下牛肉迅速用筷子划散至七成熟 盛出备用 另起锅放三色辣椒洋葱姜蒜粒翻炒出香味 再加点盐 让辣椒入个味 然后倒入牛肉翻炒几下 即可出锅 鲜香滑嫩 家人们都爱吃 你就收藏做起来吧 第六道 每次家里过节来客 我都要做这道电饭包竹盐鸡 味道清甜 嫩滑又多汁 首先给鸡洗个热水澡 紧一下皮 加一勺料酒 一勺花生油 倒入竹盐鸡粉 再搭配一点挡生红枣 虫草花和枸杞 垫饭包底部垫上姜葱 放上腌制好的鸡 淋入剩余的料汁 垫饭包按煮饭间焖30分钟即可 开盖后满屋子飘香 一击到 孩子都没怎么运动 都爱出汗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当妈妈的您可以试试这样做 一定要点赞收藏好 首先把冬瓜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虾皮洗净后挤干水分下锅 用中小火慢慢的煸炒 炒干水分 炒出虾皮的香味 加入开水煮个两三分钟 这样出来的汤啊 才会变得又浓又白 我们再放入冬瓜 继续煮个三五分钟 这个汤啊 吃的就是冬瓜和虾皮的鲜味 调味啊 只要放盐即可 出锅前再撒点枸杞和葱花 这样做的冬瓜虾皮汤浓白鲜香 清淡又营养 以后山要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拿深圳两套房给我多苦 在挑食的孩子都会抢着吃两种 首先 批山药用不纹刀鞋刀切成不纹片 然后再竖着改刀切成狼狼 水开加勺盐和白醋 这样煮出来的山药不会发黑 而且更脆 烫熟后捞出来备用 再准备西兰花 给它切末 油热倒入山药西兰花末 加盐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 是不是很简单 炒山药这样做特别的意思 你也快去试试吧 逼酒吧 天气易冷 酸汤肉片就深受着大家喜欢 但是要怎样做才能使肉片嫩滑呢 今天教你一个技巧 做出来的肉片比豆腐还嫩 助力鸡肉改刀切成薄片 加一勺盐和小苏打 抓拌三分钟 抓至粘稠制肉起浆 再放一个蛋清抓拌均匀 然后再放一勺湿淀粉 最后再放一勺油锁住水分 按照这个顺序来 腌制出来的肉啊 保证比豆腐还嫩 然后再把姜酸辣椒炒香 加点我家的水 倒入酸汤调味料 素菜烫熟后就捞出垫入碗底 然后再均匀地下入牛肉片 煮一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酸汤肉片 肉片滑嫩 酸辣开胃 喜欢你也试试吧 必使道 做清蒸鱼 如果你直接上锅蒸 那你就是大错 首先在黄花鱼的背上划两刀 准备一盆清水 用我的手捏出葱姜汁 然后把鲈鱼放进去清洗干净 这样洗锅的鲈鱼没有腥味 肉质也会变得更加洁白 放进蒸锅 上汽后大火蒸六分钟即可 蒸鱼的汤汁倒出来 不要扔掉 淋上白灼汁 最后淋上热油 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清蒸鱼口感滑嫩 味道鲜美 你也试试吧 一时一到 没胃口的时候 我家一般少不了这道菜 开胃解腻 又下饭 准备一些豆皮 用清水多清洗两次 然后用温水泡二十分钟 碗中放蒜末 辣椒粉 干辣椒 花椒粒和黑芝麻 放一勺热油 抢香 加一勺盐白糖 生抽 陈醋调味 这个就是吃凉拌菜的万能酱汁 泡好的豆皮挤干水分 倒入酱汁 加点胡萝卜丝和香菜 抓拌均匀 豆香浓郁 非常好吃 你也试试吧 第十二到 如果你没有试过猪肉这样的做法 那你今天一定要试一试 十块一斤的猪颈肉 加水姜片 葱段料酒去腥 六粒胡椒增香扣盖 煮二十分钟捞出 放凉后切成薄片 空碗中放沙姜末 红葱末 蒜末和葱花 用热油酱 倒入白灼汁 就这个料汁啊 用来蘸袜子都好吃 这样做的白切肉 爽滑弹牙不油腻 蘸上这个灵魂酱汁啊 真的是非常开胃 第十三到 一天就要卖两千份 有家香菜馆 把这个牛肉炒糯米笋 做成了招牌菜 捉捉必点 其实啊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首先一定要把牛肉 逆着纹路切片 这个非常关键 加一勺生抽 一勺地瓜粉 抓拌均匀 家里有条件的 还可以加一勺食用油 下锅的时候 可以防止粘连 过烧油 先把牛肉炒至八成熟 捞出蒜末小米辣 炒出香味后 再倒入糯米笋 加盐鸡精老抽 大火炒出香味 最后放牛肉大蒜叶 简单翻炒两下 即可出锅 自己在家炒一盘 十块都不到 干净又下饭 没胃口 你可以像我这样 做一盘泡菜 只要两天就可以吃 首先 一定要用我的手 把包菜撕开 加点胡萝卜 姜 蒜片 小米辣 花椒 冰糖 和冰式炒菜 三倍的盐 再次用我的手 翻拌均匀 装到一个 无油无水的容器中 倒入一袋泡菜 乳酸菌发酵粉 加水搅匀化开 再加入凉白开 没过食材 扣盖腌制两天 即可开吃 清脆爽口 还解腻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俗话说 一哥胜酒鸡 但是很多人炖鸽子汤 第一步就焯水 那你就搞错了 新鲜的鸽子 只需要加一把面粉 和适量的清水 多清洗两次 这样洗过的鸽子 不但没有腥味 而且营养也不会流失 然后转入砂锅中 加入我家的矿泉水 水开后再撇去浮沫 放两片浆 军菇用温水泡发 然后清洗干净 一起放入砂锅中 扣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最后只要放盐和胡椒粉调味 撒点枸杞和葱花即可 鸽子汤这样做 营养又美味 必食六道 广东人最喜欢吃的摇鸡 不用去饭店 自己家里有一样调料 和一个电饭包也能做 加姜葱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料酒 一勺花生油 放入摇鸡王调味料 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腌制三个小时以上 电饭包底部铺上葱段 放上腌制好的鸡 倒上剩余的腌料汁 电饭包按煮饭键40分钟即可 太香了鲜香嫩滑 只有多这样做的摇鸡 全家老小都爱吃 亚洲四大名汤之一 潮汕牛肉汤 你吃过吗 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美味无比 准备一盘掉笼 碗中放葱花 香菜 芹菜末 盐生抽 蒜头酥和葱油 每样放一小勺 汤的鲜味瞬间上了一个档次 新鲜的吊龙烫30秒就捞出 煮牛肉的圆汤不要浪费 往里面一冲 整条街都是香的 喝一口把我的眉毛 都差点掀掉了 第十八道 这是广东有钱人都喜欢吃的炒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我来教你一招 学会了你也是有钱人 首先用波纹刀将窝笋 先切后片 再切条 水烧开 加一勺盐和油 这样烫出来的窝笋 翠绿不太黑 焯烫29秒后 油热把蒜末的香味炒出来 倒入窝笋调味 加盐鸡精白糖 随后大火翻炒均匀 这样炒的窝笋清爽可可 很受妇婆们的喜爱 你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很多人在家做麻糬豆 都是直接下锅烧 那就是大错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 烧出来的豆腐鲜香滑的 比女朋友的手还嫩滑 切好的豆腐开水下锅 加入适量的盐 可以去除豆腥味 也能提前入个底味 煮两分钟捞出锅中油热 下入五毛钱的肉末炒香 炒出油脂 加入葱姜蒜小米辣 煸炒出香味 放包麻婆豆腐调料 再加一碗长姜水 下入豆腐 开小火慢炖五分钟 这样烧出来的豆腐 非常的入味 然后用水淀粉勾个薄线 切记水淀粉要少量多次的香 这样能使豆腐均匀的裹上 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这样做的豆腐麻辣鲜香 特别的下米饭 烤摊卖的非常火爆的 蒜蓉鲜 在家也能做的一样好吃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首先将树上摘的茄子上锅蒸熟 蒸好后再用勺子给它摊开 铺上蒜蓉酱 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蒜蓉茄子 比外面烧烤摊白的还要好吃 好吃不上火 第二十一道 香蕉塞进苦瓜里 出锅瞬间就是一道美食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苦瓜切断 掏出西瓜瞑 锅里水开 下入苦瓜焯烫一分钟 熟透后捞出过凉 再把去皮香蕉塞进苦瓜里 切成厚一点的片 蒸起码放盘中 用枸杞点缀 淋上桂花蜜 这样做的苦瓜酿香蕉 先苦后甜育一好 第二十二道 很多人都做不好凉拌黄瓜 不知道是先放糖还是先放糖 做出来一点也不好吃 锅里水开 倒入腐竹木耳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搭配改好的黄瓜 两片牛肉加蒜末小米辣 十八粒花生米 一把香菜调味 倒入一袋凉拌汁 用手拌匀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酸辣有味 口感爽脆 一二十三道 虾子买回来别再白煮了 可以像我这样做 鲜香四溢 学会了全家夸你是大俗 先剪掉虾头 再轻轻拔出里面的虾线 然后往我背上好入围 砂锅底部垫娃娃派 铺上泡好的粉丝 整齐摆上大虾 铺上蒜蓉辣酱 接着淋上一圈生抽提鲜 再加小半碗清水 扣盖小火焖煮五分钟 最后撒点小葱花 消少滚烫的热油就可以了 鲜嫩的大虾配上爽滑的粉丝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一二十四道 没胃口 怎么可以少了这道凉拌菜 清脆爽口 只需两分钟就可以轻松烤 水开 加少盐和油 这是豆角颜色翠绿不黑的关系 两分钟捞出 再像我这样堆拌切开 公碗加小米辣蒜末葱花 用滚烫的热油 抢出香肉 倒入一袋凉拌汁 搅拌均匀 淋在豆角里 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晕 就可以开吃 您就像我这样 做一道蒜蓉粉丝 金针菇大虾 不仅做法简单 好吃又好看 十五块两斤的大虾 背部滑一刀 金针菇用左手撕的口感会更好 盘底垫上粉丝 放上金针菇 整齐地摆上大虾 铺上蒜蓉酱 锅中上汽 大火蒸五分钟就够了 淋上一圈生抽 撒上葱花 浇半勺冒烟的热油 激发香味 招待客人 做这道菜会让你非常的有面 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我老婆和孩子特别爱吃蒜蓉花甲粉丝 但我们从来不去烧烤盘吃 因为自己做不仅仅 而且更加美味 五块一斤的花甲 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浸泡二十分钟 吐出肚子里的泥沙 锡纸盒里 垫上洋葱粉丝 明天还能见到的金针菇 倒入花甲 铺上蒜蓉酱 淋半勺生抽 适量的清水 煮六分钟 至花甲 撒上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香味 哇塞 真的太香了 学会了你也收藏 做起来吧 你一定想不到 大炸蟹像我这样多加一步 做出来的比清蒸的还好吃 五块一只的大炸蟹 用老公牙刷清洗干净 倒入粗盐和香料 小火炒热 这样焗出来不仅有鲜 还有香味 铺上一层姜片 放上大炸蟹 均匀地撒上刚刚盛出的海盐 扣盖中火焗十二分钟 一打开盖 整个小区都能闻到香味 这样用海盐焗出来的蟹黄更香 蟹肉会更鲜 你一定想不到 把料汁倒进活蹦乱跳的大虾中 瞬间变成一道 让沿海地区无法抗拒的美食 十八一斤的鸡尾虾 倒入白酒进行杀菌消毒 碗中放小米辣 香菜末 洋葱丝 姜蒜末 柠檬挤一点上头的芥末 倒入捞汁 把腌制大虾的白酒沥干 倒入料汁 冰箱冷藏半小时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生烟虾 口感软软糯糯 没有吃过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 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像我这样卤一锅卤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软烂又入味 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鸡爪鸡翅冷水下锅 放入葱姜料酒去腥 撇去浮沫 捞出冲洗干净 重新放入锅中 放入鞍唇淡和没有孔的莲藕 葱姜五六个干辣椒 放入冰糖和少许盐 生抽老抽 一勺黄豆酱 放入卤料包 加入一瓶啤酒去腻增香 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扣盖给它小火煮四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瓜太香了 软烂又入味 是不是很简单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要是想吃柠檬手撕鸡 你就像我这样做 鲜嫩又多汁 两只大鸡腿冷水下锅 放入葱姜料酒去腥 没有黄柿子的可以不放 盖上盖子煮二十分钟 捞出晾凉 用你的右手给它撕成小条 放入蒜末和小米辣 放入去子柠檬和香菜段 倒入一包泰式风味汁 倒入料汁 用你性感的小手 给它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子做的柠檬手撕鸡 鲜嫩又多汁 喜欢的赶紧去做起来吧 就像这样子做的柠檬手撕鸡